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你各位沒有手機嗎? 一個從2018年流傳致敬的笑話 最終還是迎來了現實 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遊戲由網易與暴雪共同開發 台灣代理商為暴雪分公司 當時創造敏梗的紅衣人 也在6月2號下載遊戲體驗後 並於6月15號表示 這遊戲確實符合我的預期 所以我刪除了 但是否真的如此 體驗過就知道了 遊戲最早在奧福開的時候 YT上就蠻多試玩體驗的 而該講的評測其實也差不多了 所以還是感謝螢幕前 願意觀看我講評的觀眾 而如果你想看更深度的講解 可以去看愛迪生玩遊戲 真的也是好笑又舒壓 對於暗黑系列 老觀眾應該知道 不論是D2D3D2R 我都有策略不短的時間 之前也做過相關的影片跟直播 並不敢說多資深 但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心得 應該是可以明顯體會其中的差異 本次我試玩是以官方PC版為主 畫質跟體驗多少會跟手機版有所出入 遊戲的玩法為D3Like的M&O 這邊特別強調D3 是因為有部分的玩家 特別討厭D3的各方面 但也有存在反之 或者像我這種雙七玩家 所以你如果是想尋求D2體驗的話 你肯定會失望的 目前角色職業既成D3系列 野蠻、秘術、蒜毛獵人、武僧、聖教、死靈 但本次沒有無依 也不愧是D3的大隱藏 這次直接消失了 角色人是常見的歐美風 並沒有被魔改 也有提供捏捏系統 但意義不大 像我選的職業是武僧 頭部也沒辦法像D3用染色隱藏 如果戴上頭盔基本上就看不見了 加上遊戲的畫面 並沒有辦法拉近觀看 噱頭大於實際意義 不如直接買實裝實際 那角色的建模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精細 不論是衣服的皺褶 腰間的裝飾繩索 以及鞋子上的髒污等細節 都能看出美工的用心 戰鬥方面還原D3的基礎上做了簡化 以武僧為例 就是七星爆裂掌跟雲龍白尾 還有一套比較偏向PVP的技能為主 雖然老玩家馬上就知道該怎麼搭配了 但廠商也怕萌新玩家不知道怎麼配置 還是有出一套新手教學 建議玩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但這又衍生了一個缺點 而打擊感就普通吧 D3原本在這點就很普通 而手遊上的表現就更普通了 另外場景是能跟玩家產生交互跟碰撞效果的 這點細節倒是挺到位的 而路上的怪物、場景、建築 都是滿滿的熟悉感 有玩過的玩家應該都知道 之前看過有人評論 這款不如換皮傳奇手遊 只能說這個評論也太雲了 這建模水準以手遊來說其實還是很高的 真的別因為不喜歡就隨便噴 還有人問為什麼沒有自動掛機的 這類玩法市面上已經很多款了 不要總是想破壞別款遊戲 而其他遊戲內容就是D3的小翻版 包含打怪的圖鑑收集、成就、寶石、傳奇等 也有類似大小秘境的副本可以刷裝跟寶石 但一般都是掉垃圾居多 也沒有賭博跟其他保底機制 重現了暗黑的那句經典 痛苦太多、收穫太少 再來我們講缺點 一個是不定時的閃退 觸發原因不明 大部分是在開包包或者點選項的時候出現 另一個是聊天系統 不少台灣人、中共人、中共假裝的台灣人 還是台灣人假裝的中共人 一整天在那邊扯來扯去互相拱火 不看是無所謂 但看了又很心煩 而目前的系統有問題 也無法把他們全部拉黑 又因為開發團隊中有中國網易 在陸服上架前會不會掀起政治風波 就不好說了 接著是各種等級門檻 這款本身對比PC版的第二或者第三 並沒有比較快捷便利的升級機制 像我都單推目前47等 下個主線需要51等 之後可能51過後又要卡度55之類的 滿等是早晚的事 但滿級60以後 就是要無限干巔峰等級 就會體現一般人、神人、超人之間的差異了 並會導致外掛、工作室泛濫的問題 而巔峰的差距還會隨著時間放大 這點有玩過D3的就知道 非賽的天梯榜很多都是靠巔峰壓制的 而技能組相比D2、D3來說真的簡化太多了 並將原本D3的符文系統 改成綁定在裝備上 有裝備跟沒裝備的體驗會差非常多 可玩性瞬間降低 加上同時能使用的技能也非常少 很多人玩暗黑就是想體驗各流派以及刷寶的快樂 也就是玩家常說的 等級畢業才是開始 但這款還沒滿等可能就會讓你想結束了 本來期待暴雪可能會有新的想法 但很顯然有了網易參與開發就不該期待 能跳脫不出手遊MAO的課金開發導向 並且直接扼殺了核心玩法 以最暴力的數字化 簡化了課長的操作門檻 課金加速體驗實現Pay to Win 而所謂的10多美美金的畢業課金系統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能提高副本傳奇寶石的掉落率 也就是將花錢買裝備轉換成另外一種模式 掉落的差異之前有國外玩家測試過了 而平民玩家也是能慢慢乾 但遊戲體驗肯定會很痛苦 而說到底玩家抵制歸抵制 現實就是6月份 Apple加Google平台的營收已經超過11億台幣了 而這次又來到了Pay to Win主戰場的亞洲 一定能創下更好的佳績 結論 暴雪出品 必屬精品 你各位沒有信用卡嗎? 其實你也是可以無視那些課金系統 就當作它是一款D4上架前的D3外傳就好 稍微打通劇情就能刪除了 或者直接找網上的劇情介紹看就好 就目前的玩法機制上 它並沒有很好的詮釋暗黑這IP MMO手遊以及暗黑系列的刷寶核心 在這遊戲中存在了明顯的割裂感 開發商並不想跟你走長期經營的刷裝流 就是想塞掉無課為課玩家 只要課長就好 而且未來也很難實現D2D3的賽季模式 除了開荒成本居高以外 如果任意調整角色的技能跟玩法 可能會導致辛苦弄來的裝備直接變垃圾 就準備被課金大佬跟一般玩家暴衝吧 而不久之前連知名的遊戲攻略團隊 MAXRAW也因為商業跟理念的衝突 宣布退出更新該系列了 最後如果你喜歡並想繼續體驗D3這系列 我更推薦你直接購買單機版 你可以更完整的體驗到各種流派 並且快樂割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多多多個字幕 如果請你再按照機 更多的按照片 再按照片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